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著名的西赛山淮谷是唐朝诗人刘雨昕有感于西晋东夏灭吾的历史所创作的 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 所谓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公元280年 在经历了80余年的汉末乱世和三国鼎立的局面后 西晋灭吾 统一全国 这是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中国古代历史上实现的第二个大一统 但是西晋的统一却与秦始皇的统一有所不同 秦始皇开创的是持续四百年之久的秦汉大一统 而西晋开启的却是一个纷繁复杂 朝代更替频繁 民族大融合的两晋南北朝时期 那么由司马家族建立的西晋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从今天起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建 两晋南北朝篇第一集 太康时代 公元280年 静灭吾 结束了三家分立的局面 实现了全国的第二次统一 那么完成这一伟业的是静武帝司马延 司马延呢 他是司马仪的长孙 也是司马昭的长子 那么无论是从家庭出身 还是个人的品负 我们都可以说 他可以称得上那个时代的一流人物 这个司马延不但是知人善任 我们甚至可以说有雄才大略 所以晋书用了这么一句话来说他 说他明达善谋 能断大使 而且容拉党政 未场实舍于人 不但有雄才大略 而且有雅亮 从来没有因为别人提不同的意见 他跟别人翻脸 我们可以举几个著名的势例 第一个 那个司马延灭了吴以后 统认了全国以后 非常高兴 所以他当众问一位官员 这个官员是当时的私立校尉叫刘毅 以敢言筑成 他为什么要问刘毅 刘毅说的话才是真话 他敢说真话 他问刘毅什么呢 他说你比较一下看 把我放到西汉东汉那些个君主里头 我大概可以和谁放在一起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司马延当时的这种心态 大概他觉得自己应该放在汉高祖刘邦 放在汉武帝刘彻 再不然可以放在汉光武帝刘秀 放到这个层面 但是没有想到刘毅当头一棒 说好友一比 比什么呢 可方还陵 陛下我可以把你和东汉的 还帝和陵帝放在一起 这太糟糕了嘛 我们过去曾经说过 汉墨 汉环帝 汉林帝 他们在位的时候 宦官专权 外籍当道 而且 又不断发生党固之祸 后来出现了黄金旗 东汉 明春失望 那么刘毅把晋武帝司马延 和环帝林帝放在一起 那司马延是绝对没想到的 但是他不露反而笑起来了 他说你这个比喻 你这小子太过分了 他说我虽然不可以上校 过去的古先军 但是我在位的期间 你看看 历尽图刺 而且灭了吴国 统一全国 再怎么不计 也不至于和环帝林帝 放在一起吧 那是刘毅 有刘毅的说法 刘毅怎么说 他说当年 和环帝和林帝司机 卖官御决 但是他卖官御决的钱 还落了官府 而我们现在卖官御决的钱 落了权贵的腰包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陛下甚至还不如环帝和林帝 这一棒子打得更厉害了 晋武帝怎么办 杀了他 没有 他冷难是哈哈一笑 说当年的环帝林帝司机 能够听到这么好的意见吗 我们能够有你这样说话的诚实 这就是环帝林帝司机 所比不上的 你看看 所以说他亚人荣雾 确实大气 他不但这样说的 也绝对不给刘毅穿小鞋 不但如此 还拼命地重有留意 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说一个例子 灭了吴以后 吴国的亡国之军 孙昊 被带到了洛阳 带到洛阳以后 司马延和孙昊之间 有一段对话 我们看看 知智通鉴 是怎么记这一段对话的 地位浩曰 司马延对孙昊说 正舍此座 待亲久役 浩曰 沉于南方 亦舍此座 以待陛下 你看看 这个既狂亡 又率真的孙昊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一想俘虏我 我和尚又不想俘虏你 那么司马延怎么办 冷然是哈哈一笑 没有任何的怪罪 相反的 封了孙昊 一个闺蜜猴 经常把他请到皇宫 大家一起喝酒 一起谈笑 结果又出事了 怎么出事了 那个司马延突然有一天 对孙昊说 听说你们吴国 有一支民歌很好听 叫做尔鲁歌 您能不能跟我唱一唱 这就是司马延的不对了 这个孙昊 再怎么不济 他也曾经在吴国 做过君主 这个尔鲁歌 是什么歌呢 是当时流行盛广的一首名歌 是长辈教导晚辈的歌 说你小孩子啊 要听话 你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后来逐渐演变成 男女打俏的情歌 那么司马延 竟然要人家孙昊 当众唱这首歌 应该说太过分 孙昊怎么办 没关系 你这不是戏谑于我吗 侮辱于我吗 那我就戏谑于你 因此这个孙昊 举伤而歌 就做原来的曲调 唱了一曲自己激信填词的尔鲁歌 我们看看 西于鲁为林 金于鲁为成 上鲁一杯酒 令鲁受万春 你看看 完全是一首诸福歌 但是在这首歌里头 司马延再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 而是和孙昊平起平坐的尔鲁 但是司马延冷难不胜起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故事 魏冕蜀以后 把后祖刘善 以及蜀中投降的文官 也写送到洛阳 那么司马昭 那是司马延的父亲 司马昭舍眼捆带 并且让艺人 来表演蜀中的歌舞 那么刘善的随行人员 促进深情 进阶叹息 唯独这个刘善 看得非常开心 这个司马昭一看 皱皱眉头 悄悄对身边一个亲信 叫贾聪一说 你看看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没心没肺点 贾聪也笑 但是悄悄跟司马昭说了一句话 如果不是这么没心没肺 那么我们怎么能那么快 就消灭了曙国 司马昭一听 是啊 果然如此 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 不要说是诸葛亮不在 只有姜薇 即使诸葛亮在 也保不了他 但是忍不住 还是问一问刘善 说 颇思俗粉 你还想念俗中吗 刘善说了一句 他出乎意料之外的话 说此间乐 不思俗 成语乐不思俗 就由此而来 结果酒席一散 有人悄悄对刘善说 陛下 如果以后 司马昭再问此事 你应该说 祖先的坟墓都在蜀中 怎么能不想呢 说完以后 闭上眼睛 表示悲痛 结果另外一次酒席宴上 司马昭果然有此疑问 颇思俗否 刘善想起别人教导他的话 说 祖先的坟墓 在蜀中 怎能不想呢 说完闭上眼睛 司马昭笑了 你说的这个 怎么和某某人说的一样呢 刘善大肆一惊 猛然睁开眼睛 说您怎么知道的 你看看 司马昭和他的随行人员 笑得几乎分了过去 连呼阿斗 从此以后 这个阿斗就变成一种符号 什么符号 若字 没心没肺的符号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大字落鱼的符号 西晋时期 由于经济发达 社会繁荣 呈现出一种放纵的社会风貌 进武帝司马炎 坐洋车 寻欢作乐 王凯 食虫 拼命斗富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 太康时代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篇幅 来谈司马炎的雅量 谈司马炎的大度 那么实际上到这个时候 严格说起来 是在当年 曹操的儿子曹丕 取代汉宪帝 建立朝位的时候 北方已经基本上无战事 那么到了司马炎取代朝位 那北方的战争 基本上已经停止 尽管有灭蜀的战争 有灭吾的战争 但是都是数战数决 三个月解决问题 所以中原地区 可以这样说 从朝位建立的公元220年 到司马炎 统一全国的280年 中原地区 几乎成平了60年 蜀地和吾地 也差不多 蜀中尽管有诸葛亮的 平南中的战争 而吾中尽管有 东吾派建万人船队 到宜州去 也就到现在的台湾 但是内部基本本地 生产都在恢复和发展 所以随作司马炎的 统一中国 他这个统一 和当年秦帝统一 是不一样的 他表现出不一样的风貌 什么不一样的风貌呢 秦朝当年 被东方六国 视为落后的表现 把他称为虎郎之秦 什么叫做虎郎之秦 既落后又承报 所以秦国统一天下以后 他要建立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 用阎兴俊法打击各种不同的意见 所以秦朝所表现出来的 他的政治风貌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叫做冷酷 但是西晋不一样 西晋在灭吾之前 他就已经在政治上 文化上 经济上 对吾具有压倒之时 那么统一的进程 就是走向全身的过程 因此一旦统一以后 人口继续增长 经济继续发展 社会财富不断的积累 和西域和海上 他的贸易从来没有中断 所以到了灭吾 当时的中国 已经进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 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太康时代 但是伟大时代的到来 伟大的人物不一定适应得了 曾经伟大的 而且历经图字的进入地 在伟大时代来到之后 他开始变得平庸了 怎么平庸 开始变得十分的追求享受 十分的追求放纵 而且这也是当时 整个社会的一种放级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说秦朝的风貌 我们用两个字概括 是冷酷的话 那么太康时代 我们可以用另外两个字 就叫放纵 而且是别出心裁的放纵 晋武帝司马延别出心裁的放纵 乃至包含着贵族身上别出心裁的戏谑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说明 一个什么字 有这么一种记载 说灭屋之前 晋武帝司马延就在中原地区 两次选秀女 充实后宫 灭屋之后 又把几千南方的家里 弄到洛阳来 这样一来 洛阳的后宫 由宫女上万人 这问题出来了 那么到哪个宫女 哪个宾妃的宫殿里面过夜 去玩了 变成一件难选择的事 不知道是司马延自己突发奇想 还是有好事者 帮助他出点子 于是宫中就尊常出现一种情形 伟大的晋武帝司马延 竟然坐着一辆洋车 什么叫做洋车呢 一种轻便车 古代的洋代表着吉祥 所以这种轻便车 把它叫做洋车 严格说起来 应该叫做洋车 但是是用人拿的 但是司马延不用人拿 用洋来拿 既然是洋车就用洋拿 洋到了哪个地方停下来 他就在什么地方喝酒 在什么地方过夜 结果弄得那些兵妃 针锋吃醋 不断地在自己的宫廷面前 插上柳枝 撒上盐水 引诱他的洋车的道来 你看看 变成一大器官 司马延这样的放纵 这样的戏谑 严格说起来 代表着当时社会的风貌 也代表着当时贵族的一种常态 但是他同时又激励着贵族们 变本加厉 别出心裁的放纵 这里同样有一个著名的典故 那就叫王凯和石崇的豆腐的故事 在中国 只要是读过初中 就在书本上看到过这种故事 我至今也很难理解 两个贵族 豆腐竟然用丝伯豆腐 竟然用三伏豆腐 那个王凯和 用丝伯围起一条四十里长的这种勇道 那么石崇就用锦段 来围出一条五十里的这种勇道 什么概念 用丝段 从天安门到首都国际机场 围出一条用锦段做出的一种 能勇心的勇道 王凯可以让石崇来参观 来鉴赏自己第一颗三伏 这是晋武帝送给他的 但是石崇竟然可以当众 用自己的玉如意 把这个三伏敲碎 然后把王凯带到自己家里 无数的巨大三伏 随你挑 这种放纵 这种论性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论性 在历史上还真是很难解 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 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位 不要以为他们只会醉身梦死 恰的相反 他们都是很能干的官员 当然后来石崇 富得过于厉害 令人眼黄了 被政敌陷害 后来被杀 临死之前 他叹息了一句 卢被立武家财 这些小事就是记挂我家里有钱 他说了这句话以后 这个监长官也很幽默 监长官就回了他一句 知财自害 何不找善子 你既然知道 你的钱 你的财产 要了你的命 你为什么还那么放纵 为什么还那么任性 你为什么不仗义书才 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是王凯和石崇的 一种分裂的个性 实际上从司马延伸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种分裂的个性 一方面历尽图治 但是另外一方面 要别出心裁的放纵和戏谑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 这恰恰是西晋时代 一种社会常态 西晋的崛起 犹如一声惊雷 划破了天空 西晋的没落 又如昙花一现 弹指一挥间 这样一个天下统一的王朝 为何二世而亡 近期收看国史通鉴第二集 二世而亡 王凯和石崇豆腐的故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一场赤裸裸的炫富 虽是极端个案被载入史册 但仍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和社会精神风貌 当放纵成为西晋社会的常态 伴随物质的极大丰富 经济成为价值判断的主导 精神生活也会随之发生反应 我们经常听到的孔方兄一词 就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 那么每当经济繁荣 财富积累的时候 社会总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甚至会发生落极深悲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上下放纵 聚精贵神朝前看 那就往往变成一种风俗了 那么在这种风俗之下 有人仍然是看不惯的 当时有一个读书人 并不著名 但是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特别的著名 就把当时上上下下的放纵和任性 以及聚精费神向前看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前神论》 我们看看他这个《前神论》 是怎么来抨击当时的社会的 《前之为体》 有乾坤之相 《外者其方》 《外者其圆》 《奇迹如山》 《奇流如春》 《动静有时》 《行长有节》 那么《前者天也》 《坤者地也》 古人是说天缘地方 所以铜钱的制作是有讲究的 是说在天缘地方 宇宙之中 钱的无所不在 无所不通 所以人们戏称 把铜钱叫做孔芳兄 就从这里来 你看看 为世神宝 亲自卢兄 自曰孔芳 那么这位卢宝 还言之未尽 继续说 精益一观 疲劳讲义 宴闻清谈 对之遂媚 见我家兄 莫不经事 落宗诸一 当徒之事 爱我家兄 皆无疑 贵族 读书人 清谈之事 对书厌倦 没有追求 没有信仰 但是一见到钱 各个孝诸掩开 由此论之 为之神物 宴曰 钱无耳 可是鬼 凡金之人 为钱而已 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 有些时候的富裕 譬如说 春秋战国时期 就出现了大的商人 孔子的弟子子贡 还有后来改名为 陶朱的范黎 那都是令人眼光的 但是还没有哪一个时代 像西晋太康时代这样 钱变成什么 过去人们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们可以在太康时代 找到它的源头 那么任何一个 以前为神物的时代 同时一定 又是一个以酒为神物的时代 我们过去都知道 我们中国最著名的酒神 叫杜康 但是这个杜康除了有一些材料 说它是三代时期的夏的 少康的别名之外 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材料 但是在魏晋之际 还真是出了一个酒神 这个酒神的名字叫琉璃 琉璃是以好酒著称 也是以酒量大而著称 它既可以当众队影 也可以在家里读影 结果有一天 朋友到他家里去 发现这小子 刺身裸体 一个人在家中狂言 结果有人就批评他 说你看看 成何体统 而琉璃倒反而有说词了 他说谁不成体统 我以天地为房屋 我以房屋为睡衣 诸位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钻到我的睡衣里头来 你说谁没有剃头 人们经常看到这位琉璃的形象 是看到他架着一辆轻车 但是注意 这辆轻车不是像 晋武帝司马延那样 用羊拉 而是用一头鹿在拉 鹿拉轻车 他自己坐在车上 车上还有各种的酒器 当然还有美酒 后面干做一个普人 扛着锄头 到处逛当 到处喝酒 并且扬言 青山四处埋思骨 你看看典型的一个醉生梦子 他的老婆担心了 妻子觉得他身体又瘦弱 又这么好酒 老是喝得糊涂 于是劝他不要喝酒了 至少你少喝一点吧 刘玲也很感动 觉得妻子心痛他 他说这真没有办法 酒现在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我愿意当做神的面 来发誓 他妻子其实很高兴 于是又买了酒肉 当做神灵的面 让琉璃启示 但是琉璃的试词 让他妻子听了 简直要昏倒过去 天生琉璃 以酒为名 一银一壶 一壶多少 按过去的说法是百斤以上 一次要喝他一百斤以上 五斗解尘 成什么意思 喝五斗酒才刚刚解我的禅 才刚刚过我的饮 你看看他的酒量多大 当然有催的成分 富而至于 甚不可听 绝对不能听老婆的话 继续喝酒 我们可以说 天下的酒鬼 有千千万 他所出的阳相 也有万万千 但是琉璃能够成为一代酒神 不但因为酒量大 不但因为出阳相 还因为他喝酒喝得有心得 不但有心得 而且把这个心得写下来 写了一篇 流传 我们不说千古 也至少流传一试的 叫九德顺 要把九德 他歌颂一下 这篇文章 和我们刚才说到的 鲁宝的前生论 可以称得上 那个时代的 绝代双教 在中国历史上 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标签 提起晋朝文化 往往会与一个词相联系 那就是未尽风度 所谓未尽风度 主要是指 以竹林七贤 这个人物群体为核心 他们身上 所表现出来的 人们所崇尚的处事原则 与精神状态 那么 竹林七贤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又为何能代表 未尽风度呢 当然 刘林现在为我们所知 那就不仅仅是 他能够喝酒 又不仅仅是出洋相 还不仅仅是因为 写了九德顺 而是因为他 笼络了一个群体 笼络了哪一个群体呢 笼络了一个 叫做竹林七贤的群体 那么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 一个叫做 吉康 一个叫做阮吉 那么在稍晚于阮吉和吉康时代的 一位人物 他的名字叫殷丹 写了一段 关于朱林七贤的记载 我们看看 乔俊吉康 与阮吉 阮贤 三鲍 向秀 王龙 刘林 有三 号 竹林七贤 皆豪尚虚无 轻面礼法 重酒昏憨 娱乐 十四 有这么一段记载 一共七个人 经常在吉康的家乡 据说一篇竹林聚会 而且反潮流 反世俗 所以当时的人们 把他们七个人视为一个群体 后人更把他们称为竹林齐险 那么他们有共同的兴趣 有共同的爱好 可以用八个字进行归纳 叫做崇尚自然 蔑氏 礼教 那么他的核心人物 无论是阮吉 无论是季康 都是四家子弟 而且长得一表人才 文章也写得特别的好 所以当时的人们 对这两位特别的器重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身份 你像季康 季康取了曹操的一个孙女 做妻子 在曹魏时期 那也是皇亲国戚了 还做了一定官职的这种官员 那么阮吉 他一直在司马昭的手下 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 做参谋 也是由头有脸的荣 可以说 他们都是有高调的资本 但是他们选择了低调 当然也可以说高调 另外一种高调 就是反世俗 翻礼教 但是他们和刘宁 这一拍即合 变成好朋友了 尽管说蔑视礼教 尽管不愿意和 当事的当权者同流合污 但是阮吉 仍然通过自己的路子 谋得了一个步兵校尉的官职 他为什么要这个官职 很有意思 因为步兵校尉的衙门 藏着几百壶 也就是几万斤的煤酒 他如愿以偿了 所以经常来到步兵校尉衙门喝酒 并且把酒鬼流林请过来 两个人喝得昏天黑地 当然喝酒喝酒的好处 喝酒有什么好处 那就要说当时的形势了 在朝魏取代东汉之际 在司马父子取代朝魏之际 这个政治风云是经常突变的 政治非常险恶 你一旦排错了队 一旦有错误言论 可能就有身家巨王之语 所以很多读书人 很多和当时格格不入的人 就以酒来逃避当时的政治 以酒来逃避当时的祸害 你还别说 阮吉还真是因为酒来躲避了祸害 有一种记载 说司马昭想向阮氏家族 为自己的儿子求婚 结果阮吉他犹豫不定 怎么办 连续大罪六十天 把这个事给拖过去 不知道怎么拖过去的 阮吉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个好朋友 吉康却不是这样 比起阮吉来 吉康是有灵有脚 而且这个灵脚还有一点过分 我甚至认为 竹林七邪的风骨 在更大程度上 恰恰是由吉康的这种风骨 这种灵脚所体现出来的 那么吉康不惨多才多艺 不但灭似礼教 而且在有一段时间里头 还为自己的温饱 为自己的生存而去奔波 因此他还有一门手艺 什么手艺 锻造 打铁 有一天他和竹林七邪的另外一位好朋友 叫向秀的 两个人正在大树底下 打起 结果来了一个贵公子 这个贵公子不得了 当时曹魏时期 太父 著名的书法家 中瑶的儿子 他的名字叫中慧 那么中慧这么一种身份 来看吉康 按道理都说 吉康和向秀 应该非常热情 但是不是这样 他们继续断造不已 那中慧站的时间长了 既然两个人没有理自己的意思 自己也觉得无趣 正要准备转身走开 这个时候 应该说是吉康的不是 没理人家 你就不理人家吧 人家正要走的时候 他突然发问 十个字 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您身为贵公子 凭什么来和我们结交 你听说到了什么 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来的 你又见到了什么 但是吉康这个问 恰恰是一种古风的表现 什么古风啊 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 是贫贱者可以傲人 你富贵者还不可以傲人 什么原因 凭借着爱傲人 我穿草鞋的 我怕丢掉什么呢 你富贵者傲人 可能就有身家性命之祸 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 师从一样 就是因为钱多 所以招致杀身之祸 但是中会也是了不起的 听到这十个字 回了他十个字 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 我是听说那些事情而来的 我也见到了一些事情而去 这就是针锋相对 用后来的话来说 就是具有残疾了 但是中会也是小心眼的 当然他后来死了 又是不光彩的死 所以我们很多的错误 就弄到他的身上去了 说他不但想陷害乱吉 还要陷害姬康 所以他乘坐姬康 身陷于一起案子 他向司马昭揍了一本 说姬康这些人 蔑视礼教 蛊惑人心 而且在学生里头 在读书人里头 有极大的影响 如果这种人不惩治 那将造成很大的祸害 司马昭这个时候 正在为取代朝位 而做准备 也正想以尊重礼教 来笼络人心 所以夏令 把姬康给杀了 那么伟大的人物 他固然生得伟大 同时有些伟大的人物 他还死得喘起 他死的时候还更加荡气回肠 那么听说姬康下狱了 三千太学生 联名上述 要求释放姬康 并且希望姬康到太学来做老师 这就犯的忌论 有的时候舆论可以帮忙 有的时候舆论是帮道马 在帝制的时代 如果当道者属于弱势 可能他会顺从舆论 如果这个当道者他是强势 那个舆论的作用 恰恰是得其反 那么本来姬康被人为是 蛊惑人心 那么现在一看 那不杀还真是不行 据姬康在临死之前 被刑刑之前 还当众弹照了一首古曲 这个古曲名字叫做广灵散 这个广灵散得来据说具有传奇性 怎么个传奇啊 据姬康自己说 他有一次夜投一个驿站 是洛西的华阳亭 那么夜生的时候 他独自抚擒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不书之客 先锋道古 自称是古人 只是没有说是先人而已 然后和姬康一起讨论音律 两个人谈得非常的投机 然后传授了姬康 广灵散 据说这是古愿 天下无人知道 那么姬康也向这位古人承诺 绝不传给他 那么临行之前 姬康弹了这一首古曲 广灵散 同时长叹了一声 广灵散从此不存于民间 那么自从姬康被杀 阮吉病逝以后 朱灵七贤还剩下五位 但是核心人物已经过去 特别是这个社会 已经进入到太康时代 天下太平 大家都在追求好的生活 所以还犯着仗 季康 软吉那样已久批货嘛 所以随着太康时代的到来 那么朱灵七贤的尚存者 特别是以三涛和王荣为代表 他们纷纷放下了原来的部分的封骨 当然他们的底线还是磕首 但是又选择了陆四这条道路 在西晋担任了非常高的职务 那么朱灵七贤的封骨 也就逐渐的向往 朱灵七贤的思想 本来就是一种一级思想 是一种折腾 那么当大家不以这种方式折腾的时候 另外一种折腾出来了 什么个折腾 西晋出现了更严峻的一种政治事件 那就叫八王之乱 那么这场八王之乱是怎么爆发的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